哈喽大家好我是Venessa 之前在微博里面月圆儿她就发了一个新的tag 就是说在Heroin之前呢就要完成13个 就是类似空盘就是铁皮或者空瓶之类的 那时候我转发的是7月14号 不过我大概是在20号左右开始这个挑战的 我是找了13样东西 就是也是用它里面有说到的那个随机速产生器 Random的那一个软件来弄 就是你在网上可以查得到 然后呢我就挑了我所有的东西 就是里面的52样产品出来 然后一个月我就随机抽了13个产品 就这里有52个产品 还有两个在上面 然后呢我就随机抽了13个 第一次的13个我都用红色笔都圈起来了 当然说是挑战一个月啊 13个产品都用完 当然啦其中有些东西我是在本身就已经在用着的 呃但是我也没有把它 他就算挑战不成功吧 就没有把这13个产品全部都用完 13个产品下来呢 我就呃大概用剩可能有13个产品是没用的 呃我都把空瓶放在这里面 这一集除了是呃就是呃完成这个挑战以外 呃同时也是一个空瓶的视频 我觉得呃有这样的活动完的话 消耗的东西会快点用完 呃也不会说呃用着用着就放在一边 三星二一又想去用别的 好我就把一样样东西先拿出来 我按顺序 而那一个Skinmatic的那个Facial Cleanser 是没有用完的 大概还剩这么多吧 我还没有用完 然后我就直接从Skinmatic的那个 Brightening Complex开始讲 就是那个美白精华 这个就是那个Skinmatic的呃 Brightening Serum 呃这个我是在之前呃7月的爱用品分享里面 有讲过呃终于空瓶了 它这个大概是60毫升一瓶 我是还没开始活动之前我就有在用 我的分量是每次四泵 我一开始是早晚都在用 然后后来我就是呃只有晚上在用 用这个精华的话呃他官方建议是要呃保湿跟防晒 因为说老师哪怕他不建议你这么做你也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因为如果你防晒工作没做好你的美白跟抗老工作也就是跟没做一样 呃我很喜欢这一个美白精华 它的效果是有的 呃我用完之后我是感觉我的呃肤色是白了一个色好 缺点嘛我就觉得就味道有点呃呃毕竟它这个是呃美国的药妆 品牌来的它的高铁是很黄很黄那种有看到吗盖子上面还有一点 就很黄很黄感觉就是像涂药膏那种黄色呃除此以外我真的觉得没什么缺点我会呃考虑回购 它的价格跟买30毫升的SK-II差不多 如果你们是用力了SK-II可以尝试一下这个SKEMATIC的呃 呃Literal Brightening Carpads 然后呃第三个产品就是那个 这个CEMATIC的呃SK-II的SK-II的SK-I的G的SK-II的用力 呃我这个大概好像是去年同的货吧 我刚来美国没多久 然后就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呃买了 但是我就一直放着没用 直到后来我怀孕了 我特意给他们官方网发了一个邮件去 要他们里面的成分 然后当时他们也没有说建议孕妇能不能用 但是他会让我拿着成分表去问我的医生 我的医生也让我先不要用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就这个是一直放着没有 直到我生完宝宝之后我就开始用了 他这个好像是结合了他们家很出名的激光精华 还有美白精华一起吧 能智能的点对点跟你 就是纠正你皮肤的一些问题 同学反应或者有博主反应过 这款精华用着会有点搓泥的现象 但是我用着我觉得还好 不过我应该不会回购 因为他挤出来有点让皮肤有点假滑的感觉 而且他挤出来的精华 那个膏体里面有带有微微的珠光 这个是我有点不太喜欢的地方 可是我用了一瓶也只有30毫升的原因 所以用起来感觉不太大 四个产品就是那个 必有的防晒 必有的防晒就是这一条 爱用品分享我也有讲过 我已经用了很多个了 你说他完全是晒不黑吗 这个我不肯定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 不过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出外去海边什么的 估计这种开架版的防晒 可能那个防晒是可能有点 就是那个功效会没有那么好 虽然它都是SPF50 而是PA4个加的 它这个最大的问题 我就觉得应该是你用起来脸会泛白 而且一开始我在用它的时候 我会冒痘痘 就长粉刺 尤其下巴的地方 前用我会觉得它会搓泥 现在我觉得还好 第五个是自白肌高保湿精华凝露 就是这一款 我当时是看毛毛有在介绍 这个他说好用 而且价格也不贵 所以我就入来试试 估计应该它是凝露的关系 它的那个质地就是有点像果冻那种感觉 而且上脸以后 我并没有觉得它一整天都很保湿 不过这样的价格的产品我觉得不能要求太高 当时好像是入了他们家一套的产品吧 反正如果你们想看他们家产品的 review的话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我会特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视频 就觉得学生族 而且年轻肌肤用的话 这款我就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来用 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够 而且我还是白天用了 我就觉得不太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这款 我在搭配用防晒的时候 会有戳离的现象 而且是很严重那种 我应该暂时不会回购 第七个产品就是那个 CDP这个粉霜 这个我应该不用介绍吧 很多人都有在用 而且各受好评 我当时是挺喜欢的 我今天的妆就是用这个 一开始会可能觉得粉感很重 但是越是到晚上 你的皮肤会看起来真的是越好 就符合他说的越越美丽的那个 还有这么多吧 还没用完 我会尽快用完 因为买了他以后 我之后 就前段时间 我不是入了那个 Suku的那个粉霜吗 就一瓶装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比这个好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季节的问题 或者我会做一个测试吧 整体而言 像我这种混合偏油的肌肤 在夏天就是这种季节来用的话 还不错效果 就不会那么容易出油 也不会那么容易晕装 第九个就是 那个 慢单眼唇线装液 我也还没用完 因为我现在大部分时间 我都在家里照顾小孩 如果不是拍视频又或者周末 我不是跟我老公 或者家里人一起出门 去别的地方走走的话 我基本上我是不会化妆的 我不化妆 那个眼唇卸妆液 根本就很少很少用 所以呢 就 这个也还是没用完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 Mama Mule的那个 The Tummy Rub Oil 就是这个 我整个孕期一共用了三瓶预防 潤沉纹的油 它的那个原理 我不啰嗦了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就找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会有提及到 我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是一个英国的牌子 对 但是它是在美国制造的 然后 据说这款油 还有他们家的那个 预防潤沉纹的膏 用了都会 不会涨潤沉纹 是这么说了 整体我就觉得这个油 它用起来不容易 反而没有我之前用的那一款 那么油 而且味道是很轻的 就有点 好像有点柠檬草的味道 就反正很清新 而且就用起来不会有腻腻 吸收很好 就很快被吸收掉 估计它的分子是应该很小很小那种 5月初开始用的 我23号宝宝是出生的 我当时想了很久 后来我想到肠后 因为肚子还没完全会平 平下来 所以我就继续坚持用这个 当然了整个运气我没有涨潤沉纹 这个不完全跟 呃 擦这些东西有关 还有跟你的体重的增长有关 呃 因为我整个运气我只涨了10公斤 所以就这个你们自己要控制好 卡丝的那个肌底头皮精华 就是这个卡丝的肌底头皮精华 我在今年我有发过 发过博文 专门讲这个 讲我2016年最爱用的洗护法产品 里面就有讲到这一个 味道闻起来还不错 它的用法就是你头发还没完全干 就是反正你头发洗好 洗干了大部分以后 你就把它挤在头皮 就是分区这样挤挤在里面 然后按摩 然后你再去吹头发 呃 很多人都说 生完宝宝之后会有脱发问题 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直有在用它 所以我也没有 太 觉得我有脱发 但是后来直到我用完这个东西 我现在宝宝已经出生三个月了 我开始有脱发的现象 你们看我这里已经脱得很明显了 这个地方脱了一个圈圈这样子 呃 我现在也找了其他产品 呃 在用 到时候 呃 会做一个测试 看看我用的产品 对产后脱发有没有帮助 如果有的话 我会 嗯 到时候详细跟你们说 出一些建议给产后脱发的妈妈 就可以 就大家都 美美的 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会考虑 会回购 呃 还不错用起来感觉 它并不会说你用在头皮上面 你就会 油腻腻就是 反正你头皮就很清爽 也不会出油 也不会说很干燥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Tatcha的Cleancing Oil 这个是就是它的卸妆油 我还在用 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我没有经常出门 没有经常化妆 所以我的卸妆产品 基本上就很少用 我卸防晒 我基本是用卸妆水 或者是卸妆膏来用的 嗯好 接下来下一个就是Lamir的那个 呃 经典面霜 这样的大热天 怎么可能会用得到这一个产品 而且最近我也没有过敏的现象 呃 经典面霜真的对于混合油皮 你夏天来用真的 太厚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随机随到 就是出了这个产品出来 下一个就是那个Corex的Wild Rose Cream 就是那一个 呃 我之前在爱用品分享 7月爱用品分享里面有分享过 就是那个野玫瑰面霜 这个我也是没用完的 虽然它40毫升不太大一贯 但是它每次的用量根本就不需要很多 它比较保湿 呃 发挖的分量也不需要太多 而且它的那个质感就有点像冰淇淋霜 涂在脸上以后你会感觉你的脸是有点 油油的有腻腻的感觉就 不是清爽的那种 但是它的保湿效果我觉得是有的 呃 而且味道真的很天然的那种玫瑰 我很喜欢 最后一个就是Caudalie的那一个黄后水 这个产品我也是表示无语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用了快一年了 它的开瓶是可以开完之后放15个月 我当时是有两瓶的 我一买就买了两个 因为大家都说好用嘛 我第一瓶用到可能三分一 我已经把另外一瓶给送给别人了 我就觉得难用死 第一个它的味道很像蜂油精 这个不光是我自己闻到 我老公也闻到这个味道 一次用完的时候我老公就说 哎你擦蜂油了吗 我说我没有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很重 它就是水油分层 你用之前要摇 然后呢 它的头我觉得 听说现在是有改良了 以前这个我这个是旧版的 我买的时候 这个头烂死了 这个头很暗 就你这样按 它是几步出来 就是这个挑战这个测试 然后我就这样来按 这只手用化妆棉来接着 然后再擦脸 就喷雾就变成好像 喷雾的爽肤水 就变成好像要擦拭的那种爽肤水 然后呢 就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 不过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点凉凉的感觉 如果夏天用它真的可以有提神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有上妆 或者你是护肤完 你要在空调房里面补水用的话 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太好 我之前就试过 喷完之后我会长痘痘 所以这个真的我不会再买了 而且它这个头真的很破 这个有时候还会自己这样 你看自己跑出来 真的很烂很烂 13个产品已经基本上我说完了 虽然这次挑战是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活动 对我来说是有个促进的作用 可以把我之前用剩的 或者用了一点点又放在一边的产品 赶紧可以把它消耗掉 除此以外就是 也促进了我想要去买更多的产品 因为我一用完 我感觉我的囤货少了 我心里就有点着急 所以我又会去补货 就入一些其他的产品这样子 我提到的产品都会在视频的下方 那个information box里面会列出来的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 那就差不多了 好了拜拜